在通常情况下 女性每一个月排卵 一般情况下都有一次 一次一般都是排一个卵细胞 也有同时会排出两个 甚至多个卵胞的 这种情况下来 可能就会导致 一个卵的受精 也有可能会导致 两个卵的同时受精 甚至多个卵的同时受精 假说是两个卵子 同时受精的话 就可能会产生 不同的受精卵 一卵双胞胎 也就是指女性卵巢 在一个月内 同时排出了两个卵子 并且分别与两个精子结合 形成了两个受精卵 这两个受精卵 在发育的过程中间 各自有独立的胎膜 胎盘和脐带 相互间没有什么联系 两个受精卵呢 都同时来到子宫的着床 并且发育成两个独立的胎儿 在双胞胎中间 75%的双胞胎都是遗卵双生 由于他们不同的受精卵 发育而成 所以他的遗传基因 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因此在遗卵双胎过程中间 他的性别是可以相同 也可以不同 他的性格和相貌也是有相似度 但是他不一定都相同 他要比同卵双胞胎的时候 要低得很多 所以遗卵双胞胎在临床工作中间 有着被称为假双胞胎